由于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签下撤销令 纵贯美加的基石输油管道扩建项目最终无力回天 合作投建及运营该管道的阿尔波塔省政府和恒加能源公司正式宣布终止这一庞大的工程 阿尔波塔省政府表示已与恒加能源公司达成协议 有序退出此项目结束合作 双方将继续寻求所有选项以回收政府投资 阿尔省政府在项目中的最终成本预计在13亿加元以内 阿尔省省长杰森肯尼对此表示失望和沮丧 但也表示该省将继续在一个可靠可负担的北美能源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 恒加能源公司表示在美方撤销该项目的总统许可后 施工活动已经暂停 该公司将继续与监管机构利益相关方和原住民团体协调 履行环境和监管承诺 确保项目的安全终止和退出 基石输油管道扩建项目最早由总部设在阿尔波塔省卡尔加里的 恒加公司于2008年提出 计划在现有基石输油管网基础上 从加拿大西部油沙矿基地阿尔波塔省增铺一条 南下美国的较短且管径较大的管线 这一全长1947公里的工程如果建成 预计每天能将83万桶原油 运往美国墨西哥湾沿岸链油厂 为推进管道建设 阿尔波塔省政府2020年同意向恒加能源公司提供财政支持 包括当年的15亿加元股权投资 及次年的60亿加元贷款担保 阿尔波塔省迄今已铺装了约150公里管道 在施工高峰期一度雇佣超过1600人 该项目的推进一波三折 美国的奥巴马政府在2015年11月迫于环保压力 否决了该项目 但特朗普在2017年初上台后将其重启 今年1月20日拜登就职美国总统首日 即兑现竞选承诺 签署行政令取消基石扩建项目的许可 当时恒加能源公司表示 美方此举将导致数千人被裁员 加拿大政府对美方的游说最终无功而返 由于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 签下撤销令 连接美加的基石输油管扩张计划 目前最终无力挽回 合作投资及运营该管道的亚省政府 和华加能源公司正式宣布 终止这个庞大的工程 亚省政府表示 已经和华加能源公司达成协议 有罪退出这个项目 结束合作 双方将会继续寻求所有选项 以收回政府投资 亚省政府在项目中最终的成本预计 在13亿加元以内 亚省省长杰森恳尼对此表示失望和沮丧 但他亦都表示该省会继续是一个可靠 可负担的北美能源系统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华加能源公司表示 在美方撤销该项目的总统许可后 施工活动已经暂停 该公司将会继续和监测机构 利益双方和原住民团体协商 履行环境和监管的承诺 确保项目安全终止和退出 基石输油管扩张项目最早是由总部 设在亚省的横家公司于2008年提出 计划在现有的基石输油管道网络基础上 从加拿大西部尤沙基地亚省 增铺下一条南下美国较短 而且管境较大的管线 这个全长1947公里的工程如果建成 预计每日可以将83万桶原油 运往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练油厂 为促进管道的建设 亚省政府在2020年 同意向横家能源公司提供财政支持 包括当年的15亿家园股权投资 以及次年的60亿家园的贷款担保 亚省至今已经铺装了约150公里的管道 在施丰高峰期一栋雇佣超过1600人 该项目的推进一波三折 美国奥巴马总统在2015年11月 逼于环保的压力否决了这个项目 但特朗普在2017年初上台的时候将它重启 今年1月20日 拜登就职美国总统首日职兑现竞选的承诺 签署行政命令取消基石抗建项目的许可 当时横家能源公司表示 美方此举将会导致数千人被裁员 加拿大政府对美方的游说最终无功而返